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三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占领 四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 第一点 最后由我们问证师讲识方可 各位现场童心学员 还有看网路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第一堂课 是下午一点半开始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来讲的是第一堂课 台湾法理 法理台湾 我们知道今天5月10号 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因为刚好去年 同样5月10号 我们台湾民政府这边 有发生一点状况 那这状况目前呢 还在诉讼当中 还在调查 那基本上 所有的童心要了解到 这些事情呢 是什么样的事件 各位都很清楚 那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到 其实我们台湾民政府 在整个台湾这边做法理的宣导 难免ROC也好 全域台北也好 他们基本上多多少少 会对我们的宣传会感到不舒服 没关系 为什么 我们讲真的 那他们呢 政治台湾 政治台湾就是习惯用过去模糊的政策 将军事占领地 日本台湾人本身的身份跟民份把它掩盖住 用技巧性的 用各种的话题 把重点 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军事占领当中 那我们本身归属 是日本天皇 保有所有权的台湾 那这片土地上 有两种人 哪两种人 被占领的 日本台湾人 大家都讲的 本土台湾人 正确来讲叫做台裔日本人 所以我们在讲日本人 日本政府 日治时代 都是在讲我们自己的身份跟民份 那所以我们大概讲到就是说 这段 从 13世纪开始 来到荷兰 来到西班牙 来到后来的 其实很多人讲 郑成功或东明王朝 我们要稍微做更正 为什么 他是明帝国的一个流亡政权 在哪里 流亡在当时台湾的首府 在哪里 台南 所以正确应该给予的名称叫 明帝国的流亡政府在台南 不是中明王朝什么之类的 因为他也是流亡政府 为什么 被清帝国打败了 逃亡逃难 来到佛摩沙这块岛屿 住在哪里 台南 因为那时候一府 一府二城 一府二城 这个府就是台南 在明帝国那时候 其实佛摩沙这块岛屿 首都并不是在台湾 台北 在哪里 在台南 所以 各位要了解到 其實 正成功 对台湾 跟蒋介石 对台湾是一样的 为什么 大肆的破坏 蒋介石集团他也是一样 是窃聚台湾 窃聚台湾 他是借着 一般命令第一号 然后 意外之外 意料之外 变成一个流亡政府 那 暂时变永远 三年准备 五年成功 反攻喊一大堆口号 然后强调的是什么 台湾只是 他 蒋介石 他所知道说 台湾只是一个托管地 他很清楚啊 托管地 可是他后来这些党子党孙 想要 想尽办法 要就地合法 在中华民国这个流亡 机制底下 要 就地合法 这个就是滑堵 也就是 常常听到的 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 就是滑堵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在台北 全于台北 他这个地方 要做什么 长期下来 他种种的迹象 从过去的 他们的领导人李登辉先生 主张要废省 把台湾省政府废掉 那我们知道 这个台湾省政府在 当初 当时1945年 10月25号的时候 他是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延续下来 到 经过台湾大屠杀之后 改制变成台湾省政府 那台湾省政府整个 一直下来 那一直到 李登辉先生 担任 全于台北的领导人 他 主张要废省 后来 美国说 不可以 为什么 台湾省政府是什么 就代表 台湾 澎湖列岛 中国民政府 代表 可不可以废掉 当然不能废 所以只能做什么 动省 就是不营运 但是 里面安排什么 一些肥缺 有所谓的 什么高级 什么人 在那边一天到晚 领那些钱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恶名昭彰的 不去提他 但是这个事情 在整个台湾人的历史当中 被中国殖民政权 占领的这个时刻 我们要永远的记住 那他对于 对于台湾民政府做的任何动作 各位要保持理性 要用法理的眼光 立场来看 主张的立场 不会因为510的事件 而有所改变 当然有很多有心人士 有心分子 处心纪律要做什么事情 各位 大家都知道 你做任何动作 很敏感 大家都看得出来 所以你在任何一个 周还是郡 你要做小动作 大家都会提高警觉 没有用 为什么 大家是法理的童心 所以各位 要很清楚的了解到法理 所以我们来讲 接下来课程内容 OK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简报上面的 这个是 今年 令和元年 第一个日出 我们上礼拜的 初级班有讲到 这是我们天皇 即位的一个第一道阳光 各位初级班的同心学员 包括网路直播的观众朋友 我们的同心 大家记得 称呼要使用正确 怎么称呼它 令和天皇 要不要直呼名号 很抱歉 我们不直呼名号 为什么 我们对于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了事务 推动什么事务 他们就是一再的推动什么事务 直呼天皇的名号 名人天皇 德人天皇讲得很顺 可是讲到他们自己的皇帝的时候 康熙皇帝 雍正皇帝 乾隆皇帝 他会不会讲玄业皇帝 康熙皇帝叫什么名字 艾辛绝罗玄业 他会不会讲玄业皇帝 不会啊 所以我们很多的同心 包括各州各郡的同心 千万要记得 这个要调整过来 不要跟中国殖民政权 去配合这个事务 配合什么事务 蔑视 轻视我们的天皇 天皇是这块土地的所有权 保有者 我们不应该直呼他的名号 要搞清楚 我们不是占领者 不是征服者 而且他是我们 永远 心目中最尊敬最敬爱的 最尊敬最敬爱的 就像各位 你的祖先 你会不会直呼你祖先的名字 祭名春丘阿 不会 大家都很恭敬 然后这是我的祖父 这个是祖母 一样啊 我们也是称呼天皇陛下 天皇陛下 怎么样去做区别 以他的年号 他的年号是什么 令和 所以称呼他令和天皇陛下 我们讲的表达的一切代表我们的身份 我们讲名人天皇 人家都知道 你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就是中国人 跟外国人才会这么称呼 各位一定要千万记得 在使用名号的时候 无论你在公开场合演讲 你在宣导法理的时候 用词千万要记得 要谨慎小心 不要跟中国殖民政局配合 他们的记者 他们的 政府当所谓的当局 使用什么名年号随便 没关系 我们都记录 你怎么样抗待我们的天皇陛下 没关系 我们都会记录下来 将来会规划 你规划这套程序 这些记录就成为以后 规划程序当中 你要处理的问题 要处理你们的问题 你怎么称呼我们的天皇 我们都看到 电视媒体 每一台都是一样 名人天皇 得人天皇 没礼貌 你有敬爱我们的天皇 你踩在谁的土地上 你在谁的屋檐下 搞清楚你是流亡政府 你是逃难的refugee 你对我们天皇有尊敬吗 所以在网路上 有很多同情一再的呼吁 你使用天皇的称号 千万要记得 你有没有敬爱天皇 有没有尊敬他 你有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看你的用词就知道了 很多网路文章包括图片 你还在沿用中国殖民政权 得人天皇 你没有同步啊 为什么 你跟中国殖民政权的 难民refugee使用的一样 你跟他们配合 他民政府立场第二点 对于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 他一直在推动 你要直呼天皇的名号 名人天皇得人天皇 所以各位要谨慎 法理台湾人都知道 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自己的身份 我们不是中国人 我们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更不是1949年逃难来的refugee 你即使逃难到这里来 你将来要接受 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之后 规划的程序 你势必然脑袋里面的东西 有毒的东西 通通到排掉 为什么 那都是不正常的 殖民政策之下 要把占领地当地人民洗脑 变成一个不正常的台湾人 对吗 这个殖民政权在台湾所做的一切 告诉各位 都是不正常的 你在电视媒体上所看到的 铺天盖地在宣传 什么南京大屠杀 日本人如何杀害台湾人 各位 你要搞清楚 这些都是殖民政权 要在台湾搞的政治意图 非常的恶劣 你这些宣传这些有没有用 没有用 你在这边宣传一切 我们都会记录下来 并且呢 以后会全部恢复正常 你这边搞没有用 法理至上 所以我们在很多媒体 网路上 电视上 看到这些 没关系你去搞 为什么 公益跟正义 势必然会到来 就像黑夜 常常黑夜慢慢 总是会天亮 各位你要拿出一个信心出来 全世界都要遵守什么 国际法 国际法里面包含战争法 包括什么 这些所有的各国的 像和平条约 战后的和平条约 通通都在国际法 万国公法的架构里面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到 法理的重要性 好 我们要看到 002 那个 不好意思 那个简报 简报 那个遥控 没有拔起来喔 没办法操作 好 谢谢 我们看到 这是上星期 上星期我们 台湾民政府官网 谢谢 祝贺 祝贺 恭贺 令和天皇陛下预集位的一个公告 这个在官网里面就看得到 4月30号 第125代天皇 125代的天皇 大概 这边的内容 然后 大日本帝国台湾 依据国际战警法成立 台湾民政府 感谢 平成 上皇陛下 各位你要了解到这个上皇 上皇是现在这个 新日本政府 它在使用用词上 这个是一个直嫌 换句话说就好像一间公司 董事长给他一个名号 因为在200多年了 已经200多年了 基本上 已经很少 就是 就是 这么多代了 200多年 之后 就是有一个生前退位的天皇 给予他生一个直嫌 上皇 上皇陛下 多年来的官亲与照护 恭贺第126代 令和天皇陛下 各位要记得 现在这126代 所以日本的国歌是什么 君子代 君子代 代代 相传 20195月1号 预即位 秉持大日本皇室万事一系的传统 各位要记得到 天皇是万事一系 将再创辉煌盛事 台湾人民忠心期待 令和天皇陛下 能协助台湾皇民早日达成 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台湾民政府秘书长 林志森夫人林子安 20195月1号 台湾民政府公告 OK 这个在官网就有了 台湾民政府的 最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正常化 这三个字各位了解到 为什么正常化 现在是不正常的状态 台湾民政府的全民 台湾澎湖列岛 美国民政府 外面这个语言 代表 台湾澎湖列岛 是天皇 大日本帝国 大皇帝陛下 神圣不可分割领土 也就代表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的所有权 代表外面 这个圈 这个红色 大圆 其实基本上是代表日本的国旗 这内容国旗颜色是赤色 赤色是什么颜色 红豆的颜色 那外面 那外面这六个 星星代表六个州 那台湾澎湖列岛 绿色的 那中间这一个是代表 美国军政府占领台湾的logo 然后外面这黄色各位 这黄色我们知道就是奥运有五个圈圈 那其中黄色的部分代表亚洲 所以我们大家了解一下 那这一面旗帜呢 这面旗帜 各位要知道 在我们banner里面 在最右手边 右手边 这面旗帜要怎么称呼 台湾民政府代表旗 请你要记得 不要看到旗帜 好高兴 这是国旗 No 不能叫国旗 OK 就是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 课程开始前 演奏三首代表歌 台湾民政府代表歌 临时代表歌 跟日本国歌 还有什么 美国国歌 演奏这三首之后 进入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跟立场 各位我们简单看过一次 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一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律 我们看到了 依据国际法律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 是不是我们自己去杜撰出来了 No 一切都有依据 有白纸黑字 有法律的文件 很清楚的 而且世界都知道的 这是国际的法 国际的法 让台湾国际第二张 正常化就是 我们所有 台湾人民 台湾居民也好 本土台湾也好 这一块土地的 所有人 共同的希望就是正常化 因为你现在拿的 所谓passport 那一本绿色的护照 是主权有问题 主权有疑问的 才会用绿色的封面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护照 中间加注的 issue 台湾 这本护照 其实在国外 你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会发生问题 一定会发生问题 包括你去 东南亚 国家印尼 他会给你要求 另外还要给小费 落地签 什么签之类 为什么其他国家可以很OK 为什么拿这一本被刁难 有问题嘛 而且各位要知道 那一本绿色的护照 他使用的 国际航空组织的一个代码 是借新加坡的 所以你要了解到这个重点 我们又不是新加坡人 你在用的时候 你说你是台湾人 结果他显示出来 包括里面的内页 是写什么 Republic China 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Republic China 国外人不会跟你说 这个是Republic China 是全域台北 所以在台湾 这是流氓政府 台北这个经贸文化代表处 这个地方的 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国外不会改的 只要看到China 直接送北京 所以我们发现很多 从肯亚的诈骗 到近几年 所有诈骗组织犯罪集团 各国怎么处理 就是直接送北京 所以没关系 所以没关系 我们就知道了 到底全域台北跟台湾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国际上 共同的共识就是 这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不会跟你分自由中国 跟共产中国 不会 而且 我们很清楚的了解到 其实这个 是现在 所有人 他出境 出入境 去国外玩的时候 会发生了一个问题 大家都闷在心里面 反正出去玩 玩一玩 回来就忘了 可是这个问题 还在不在 一直存在 这个就是国际地位 一直不正常的状态 然后接下来 我们看到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我们看到 后面 这句话 他的来源在哪里 就是 日清讲和条约 Simonoseki Treaty 就是下关条约 下关条约 我们知道 日清战争 之后签的条约叫什么 日清讲和条约 日本帝国跟清帝国两国的战争 为什么问题战争 朝鲜半岛问题战争 那 刚好天意安排 日本帝国打圣仗 那清帝国被打败 那怎么办 签和平条约 可不可以不要签 可以啊 不要签 继续打 打到清帝国灭亡 结果清帝国有没有签 有签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派了李鸿章跟李金方 跟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 就是日本天皇 我们的天皇陛下 派了伊藤伯文跟洛奥宗光两方 在现在日本东京 这个同样一个岛屿叫什么 本州岛 一个地方叫Simonoseki Simonoseki就是下关 在这个地方 签了一个什么 和平条约 就是讲和条约 那这个讲和条约 也决定了 从清帝国殖民地屯肯区 正式什么 变成天皇的所有权的土地 当时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什么 殖民地 那殖民地 经过皇民化 经过颁布行宪造书 正式成为日本天皇 也就是大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 国土领土 这都可以 国土跟领土都一样 这是sovereignty 而且建立台湾完整主权的是谁 是天皇陛下 是不是清帝国 不是 清帝国在台湾 那么多年了 有没有对台湾有什么建设 有 建设是对于他们方便来这边捞油水 三年关两年满 做三年的关 两年口袋就满满了 带着油水回他们清国去 所以我们发现 台湾为什么不组成 因为清帝国要防范 他们派过来的所谓的官 清帝国的官 会预防他们叛变 所以在这边也不组成 而且清帝国派过来的 巡抚也好 其他的什么官也好 他来到这里 他的家人 其实大部分都是什么 都在清帝国里面 就是什么 政治勒索 预防他叛变 那叛变的话 就全家满门操展 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简单讲到这里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根据什么 1945年8月15号 天皇陛架 招着天皇陛架 宣布向美国投降 因为什么 美国是独自用武力 征服大日本帝国 征服日本天皇 所以日本天皇当然向美国投降 美国当然殖民教材 一些什么盟军 盟军他去讲他的没关系 我们知道最主要是美国 所以美国独自用武力 征服大日本帝国 征服日本天皇 天皇陛下 那当然我们要知道 征服者是谁 美国 也就是我们在Banner里面 看到最左边 美国国旗 它代表什么 征服者占领者 那 战败者被征服者 也就在这个横幅Banner的右手边 所以我们看到 战胜者跟战败者 两边很清楚的区别 那Banner各州的各郡 办公室班事处里面都可以看到 美国国旗 美国军政府占领 台湾的代表旗 日本国旗跟什么 台湾民政府代表旗 那日本国旗代表谁 代表被征服的主要的国家法人 跟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 也就是我们天皇陛下 那美国国旗代表谁 美国总统跟美国国会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方面 因为美国总统跟美国国会 其实我们在TRA 台湾Relation 8 就是台湾关系法 前面四条 就主要的 我们要了解到 其实使用台湾 这个是 因为 就是这样和平条A 第二条B款 Japan Renuces All Right Tito and Cry to Formosa and Pesadores 现在的日本政府 对台湾这个地方 这个被军事占领的地区 他要宣有 包括主张之类的权力方面 他已经放弃了 就是放弃管辖权 放弃管辖权的情况之下 可不可以再使用Formosa 不能 美国根据这第二条B款 他把台湾澎湖这个地区 用一个新的名称代替 什么名称 Taiwan T-A-I-W-A-N 就是定义 宣有 Crime All Right Title and Crime 包括这个title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知道日本政府 现在日本政府放弃了管辖权 这是 Right Title Crime 没有加S 前面加个ALL 就是日本政府再怎么样 就对台湾这个地方 管辖权的部分 宣有啊什么之类的 都要什么 放弃 所以美国政府 他当然 美国方面他当然 有权利 对这块土地 什么定义 用什么定义 台湾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 不是只有知道 日本政府放弃 那美国政府 有没有 美国政府 有没有做动作 当然有 台湾关系法 定义很清楚 台湾 包括先前的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就是 蒋介石出他的 唯一的两块 流亡根据地 金门马祖 美国呢 出他的 台湾澎湖 包括新南群岛 南海这边 南海这边的 做什么 做一个根据 然后去立 中美共同条约条约 那后来 为什么台湾关系法 因为 美国跟ROC 就是全域台北 蒋介石集团 这两方面呢 在1979年1月1号 是美国总统吉米卡特 宣布跟流亡在台北的全域台北 断除什么 官方的关系 正式承认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就是我们知道 美中三个公报 美中三个公报 817公报 上海公报跟中美建交公报 那1979年1月1号 这个时间点 各位要记得 台湾关系法 是1979年4月份 由美国国会三读通过 等同美国的宪法 所以 我们知道 台湾关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立台湾关系法 它没有资格 为什么 它对台湾有没有主权 没有主权 它有没有军事战警权 也没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有没有参加 就金杖和平条约的签署 也没有啊 1951年的9月8号 签署 就金杖和平条约 除了日本之外 一共有48个国家 各位要自己知道 有人讲49 48 OK 讲清楚 日本是主要坐在签约桌的 战败者 负责要签署的 主要的负责任的一方 其他48个国家是来赴约 所以签约的有48个国家 加日本49 OK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情况 那中国的代表权产生问题了 1949年10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民国早就变流亡政府了 早在1949年4月23号 中华民国的南京政府 他的总统府上面 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 被什么 被摘下来了 摘下来的旗帜代表什么意思 流亡政府 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了南京城 他的总统是李宗仁 蒋介石呢 只是一个下野的总统 他只是带着他的国民党党军 继续回到二战时候 退居的重庆而已 又回到老地方去 那后来呢 在1949年12月的时候 在美国的允许之下 让他来台北市 启动什么 流亡的旗帜 这整个过程我们要知道 那流亡政府可不可以就地合法 根据战争法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美国军事占领没有错 但是军事占领可不可以 移转天皇陛下 保有台湾的所有权 不可以 所以我们要知道 军事占领久了 也会什么 结束 为什么 因为有战争法的规范 所以重点在这边 美国总统有责任寻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 各位想说奇怪 为什么是美国总统 不是日本天皇 各位 占领者的意志 代表命令代表法律 军事占领当中 当然是美国总统有责任 而且在九金战和平条约 里面 23条的A款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美丽兼共和国是主要的占领全国 就是所有的参战国当中 美国是主要占领全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全域台北有没有 没有 全域台北只是1945年9月2号 负责整个亚洲东亚地区的统帅 麦克阿瑟指定他所信任的蒋介石 因为他太太是美国人 宋美丽 讲宋美丽 他先生 当然什么 他讲说太太是美国人 所以他什么 予有容焉 他变成也是美国信任的对象 所以指定蒋介石帮美国军事占领 蒋介石负责中国战区 那太平洋战区呢 因为美军在战后他的兵力 包括他也要休息 那他就什么 实施分配占领 所以我们知道整个大日本立国方面 北方四岛他就默许了苏联 也就是现在俄罗斯 默许他占领 那苏联很聪明 现在俄罗斯 他就在战争快结束之前 已经丢原子弹了 然后他赶快什么 实施军事占领 把北方四岛给占了 那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 现在日本政府管辖的主要地区 是由谁军事占领 美国亲日占领 那独岛主岛呢 由朝鲜半岛的大海民国 就是那个后来他成立的大海民国 军事占领 那冲绳呢 战后是由联合国托管 联合国托管 各位要知道 其实联合国在战后才成立的 所以联合国可不可以管台湾的事情 他没有那个权利 所以很多都想说 我去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 他把你丢掉 联合国他不管这个事情 为什么 联合国是在战后成立的 战后成立 主要的 主卖 就跟我们知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战后成立的 1949年已经战后很久了 一段时间了 他才成立的一个新的国家 他没有权利来决定这一切 没有权利 包括中国战区 在一般命令地 他里面也知道 他也是美国军事占领地 所以习近平他现在什么也好 什么中国问题也好 美国有没有权利介入 当然有权利 因为二战之后 中国战区也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区 所以各位很了解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战后的这个情况 各个地方 有分布一些政权 那我们暂时就以 civil government 这样一个架构 来看待这一切 包括现在的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也是什么 由人民 军事占领地 当地的住民 所组成的日本政府 跟二战结束前的 帝国政府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而且战后 1947年的5月3号 日本政府他现在所使用的宪法 是把二战结束前 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改掉 第四条跟第九条 变成什么 和平宪法 所以这个和平宪法 跟战争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 没有一样 不一样 第四条跟第九条 已经改掉了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情况就好了 好 有责任循环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 所以责任在谁 主要占领全国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的国家法人代表 就是美国总统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 第二点 再说明第一点 我们知道的依据国际法理 就是包含国际法 里面的万国公法 各位要记得 万国公法就是国际法 为什么要讲国际战争法 因为战争法并不是一本 law of war不是一整本 当然现在有很多 世界上各国 尤其美国来讲 欧洲各国来讲 他就想说把这个整个 战争法散布的这些 全部把它集中起来 叫做law of war 当然有这本书 网路你也可以去买 包括海牙公约 日内网公约 包括 红氏总会章程 有关战争的部分 包括什么 陆军总署野战手册 里面的条文内容 所以各位这些 我们都要去了解 好 究竟让和平了约 跟台湾密切相关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跟中方法持 流氧中华民国结束 在台湾的战点 各位为什么要结束 在台湾的战点 因为这个状态不正常 应该是美国要亲自占领 而不是透过所谓的代理法 叫不正常的状态的组织集团 在这个地方 施行什么 不正常的殖民 殖民政权 我们看到 中国殖民政权 他在这边所施行的 也就是殖民政权 殖民政策 各个习惯 语言 整个彻底的毁灭 这个在战争罪里面是什么 战争法里面是战争罪 也严重的叫做 灭族 我们知道希特勒他屠杀犹太人 有没有犯灭族罪 有没有 有犯灭族罪 有 灭族罪犯了什么 战争罪 战争罪 那战争罪 跟我们知道 前几年 一些 世界的一些 新闻 我们也知道说 九十几岁的 她是纳粹的女兵 包括 躲在美国本土里面的 纳粹 士兵 男性 都活到九十几岁了 被发现怎么样 还是要接受战争法庭的审判 所以各位要记得 战争罪有没有罪述局 没有追溯局 永远追溯 你只要活着 一辈子就是接受 战争罪的追溯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一点 所以这整个 里面 各位要知道 暴力跟武力 不是我们台湾民政国的立场 最高元首大日本帝国天皇 天皇陛下 跟台湾 向美国总统相符 那现在的国际地位 各位 日暑美战 什么叫日暑美战 天皇陛下 保有所有权 美国总统 军事占领当中 所以日暑美战的重要意义 法律上呢 大日本帝国台湾 从1945年92号 在东京秘书里 战舰上 大日本帝国的外相 崇光奎 崇光奎在1945年的92号 在秘书里舰上 是代表 日本政府 就是帝国政府 跟天皇 天皇陛下签署 那另外一个不要忘记了 梅金美治郎 是代表 帝国政府的有关 整个军队的大本营 也就是军方 代表 帝国政府的军方 簽投降书 所以民政跟什么 军政 两方面都出来了 所以各位要知道 不是只有崇光奎 底下还有银行 叫什么 美金美治郎 很多人在讲 9月2号 不是九二共识吗 对 九二共识 而且是正版的 有白纸黑字的九二共识 而且就是世界级的 全世界讲到 1945年9月2号 这个就是大日本帝国 向美国 签什么 投降书的日子 九二共识 但是 中国版的 全域台北 包括 中华人民共识国 他们私底下 讲的九二共识 各位 那是 中国国民党的 就是 当时 他们的领导人的 国安秘书长 舒奇 他就 在接受 《自由时报》的 访问 他说 九二共识是什么 是 把它 给什么 中文制造出来 给 民进党看的 所以 最近你在讲九二共识 你是不是 显示你的 笨 你还在讲九二共识 舒奇先生 已经讲了 是故意给你们 民进党看的 流氓政府 这些政治台湾的人 其实说实在的 有没有聪明 各位你去想想看就好了 不想讲 好 大日本帝国 台湾法律上一直以来 都属于日暑美战 那从头外尾有没有改变 所有权 有没有改变所有权 有没有改变所有权 主要占领全国没有变成 全体台北 也没有啊 所以这个整个 是什么 国际法理的铁则 所以目前 台湾国际地位就是 日暑美战 所以各位 你在墙上可以看到 这两幅图 这两幅图 日暑美战是 在2011年年9月8号 台湾民政府在 美国华盛顿 举办庆祝9位的时候 由美方 把这两幅图交给 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同心 带回来 当时台湾民政府的同心 有几位 有80位去参加 所以各位 你要了解到这一点 好 就这样和平聊天 有没有移转天皇 对台湾的所有权 也没有 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点 好 这张图简单 帮助各位去记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 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 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 所以他举办 让美国总统有责任 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这整个 这张图帮助各位 做记忆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 跟立场 这张是2012年的7月31号 由美国司法部写给 台湾政府政府的主张 也就是 Mr.Roger Cesslin的 一个书信 这大概我们知道就好了 好 好 OK 我们要看到1947年的3月8号 3月8号 它前面有一个 有一个发生一个事情 也就是1947年的2月28号 各位我们都会讲228 3月8号妇女节 可是 回归正常 这个事件要给它一个正确的名字 叫做什么 台湾大屠杀之基隆大屠杀 中国人很会讲 南京大屠杀一直挂在嘴上 结果这南京大屠杀是不是真的 假的 是假的 假的 它最主要是要抹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 因为日本帝国的军队三次进出中国 无非是要帮中国国际地位正常化 帮助它建立正常主权的政府 那两个叛乱集团在战后 如果大日本帝国没有战败投降的话 这两个叛乱集团早就被消灭掉了 一个是延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所带领的叛乱集团 另外一个是蒋介石叛乱集团 他挂的什么名字 国民政府 什么叫国民政府 中国国民党在重庆组织的一个政府 叫国民政府 他要主席谁 林申 蒋介石什么身份 各位很好笑 行政院院长 行政院院长竟然可以月袍待举 取代林申主席的身份宣战 而且宣战文很好笑 我们在现在中金金村南投中金金村 我们在台湾省政府在办公室进去 你大概可以找到那个宣战文 这张图还在 OK 3月8号不是妇女节 国际妇女节没错 但是对台湾这块美国军事占拟地来讲 它是一个很悲戚的日子 什么日子 台基隆大屠杀 台湾蒋介石集团的21师军队 从基隆上岸之后 拿着机关枪武器 打着基隆港整个基隆 手无寸脸的民众 无差别的射击 什么叫无差别射击 武器拿起来看到人就射杀 不管怎么样全部射杀 整个红通通的血流到基隆港里面 这就是当时美国的live杂志 清楚地把它记录下来的一个镜头 基隆大屠杀 看好了 基隆大屠杀 真实的事件 我们要把它定义出来 相对的 1947年的2月28号 叫做台湾大屠杀 讲出来 勇敢地讲出来 不要只是讲228 你228以后传到后面 知不知道什么事件 你讲台湾大屠杀 是不是很清楚 台湾大屠杀 台湾大屠杀 很清楚 从台湾头杀到台湾尾 杀了多少人 根据228 台湾大屠杀之后 前一台被他们的台湾省政府统计 就是户籍资料里面 有名字 人找不到的 一共有12万人 所以 我们知道整个台湾大屠杀 到底死了多少人 大致可以发生 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 有名字 找不到人 这些权利台被流亡的中国人 知不知道我们身份 当然知道啊 你不可能说 我战后 我不想这样战败国 我不承认战败的身份 我要变中华民国人 我要变成中国人 很抱歉 中国人 中国难民很清楚你的身份 而且在你的身份证 他们发给你的身份证 给你做的记号 你不能想到他的福利 可想而知 这张行政命令 改变了所有台裔日本人的国籍 在什么时候发生 1946年的1月12号 全部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 这在国际战争法里面 叫做占领遗传主权 为什么叫占领遗传主权 他军事占领不得改变 占领地当地人民的国籍 归属 效忠对象 生活习惯 语言都不能改 这都是战争法的规范 所以为什么有控美案 2006年的4月4号 台湾民政府第一次官司 Mr. Roger 带领 228名的本土台湾民到美国联邦法院 去控告美国政府 主要有两个诉求 各位要记得 两个标的 台湾国际地位跟台湾人权保护 这两个诉求当诉讼的标的 控告 来到2009年的4月7号 得掉五项的结论 第一点 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 People of Taiwan 没有国籍 本土台湾人没有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 第三点 本土台湾人至今仍生活在政治境域当中 第四点 台湾至今还在什么 美国的军事占领当中 第五 美国司法部要求 美国各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原告 而且什么 这个官司什么样 各自带舍 Passion Denied Denied 不是reject 所以你外面怎么讲没有用 为什么 法律名词的英文 欧美人士在使用法律用字的时候 特别谨慎小心 就好像我们使用称呼天皇名号一样 reject还是denied 很清楚的来区别 就这样 就像我们聊第二条B款 Japan Renunces 为什么使用Renunces 为什么不使用reject 不使用abandon 不使用give up 为什么使用enunces 原因在哪 enunces就是暂时放弃 可是可以拿回来 只要结束军事占领 那怎么样结束军事占领 就是在战争法里面 军事占领地 在civil government 维持和平的管理之下 经过一段时间 军事占领军 必然要离开 因为有战争法的规范 所以要了解到这一点 好 2016年12月4号第一次的官司 第二次是2015年2017 这一本在各位 你如果有新唐论下册 下册 我们跟各位讲 新唐论下册 它后面 后半部这边 就会有这一本 一样在里面 新唐论的下册 后面就有了 这本在讲述什么内容 各位 这一本里面的封面 也就是2015年的2月27号 这一场官司 最主要里面的原油 跟3月12号 秘书长夫人 Julian Thielin 在美国国际记者俱乐部 发出什么 新闻 就是记者会 告诉全世界 那这一本的夜底 就是封面的背面 它是整个把大日本帝国的 国土范围 用白色的方式 呈现在背景 深色的上面 好 所以各位 你要用心把它看完 那当然也有 当时记者会的一个镜头 是什么 March 12th 2015 Julian Lin Remarks National Press Club Press Conference March 12th 2015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 OK 这就是 秘书长夫人 Julian Thielin OK 感恩节的真相 为什么 美国没有去宣布 啊 是 美国 杀害印第安人啊 怎么样 铺天盖地去讲 没有 没有 所以 大家知道感恩节的来源 为什么 那是 征服者在宣誓主权 跟 要纳入管辖当中 非不得已 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历程 所以印第安人 当然会被杀害 为什么 他们反抗 就像当时 大日本帝国 大皇帝陛下 从大清帝国 大皇帝陛下 拿到 台湾的所有权的时候 根据 日清奖的条约 里面 我们知道 他写的内容是 台湾全岛 问题来了 清帝国之后 中央山脉 以西 六个屯梗区 他结果整个台湾全岛 把他全部割让给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 怎么办 问题就来了 所以大家了解到情况 这是什么 火鸡 你看他的整个火鸡的造型 你就看到印第安人 有没有 跟印第安人很像 所以感恩节为什么吃火鸡肉 就让他知道 你看整个美利坚合众国 这么繁荣 这么昌盛 国力这么强 也要感恩什么 感恩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 在18、19世纪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当时印第安人 有8千万人 那美国区域居入 1千万以上的印第安人 如今生活在美洲的印第安人 不超过400万 在美国的印第安人 仅剩下290万 不包括混血的 各位 关于台湾民政府的 很多的疑问 有人在讲这些 什么之类的 各位 讲识一识跟你讲清楚 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是全民 USMG TGG 成立于台北 2008年2月2号 2008年3月18号 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判决 People of Taiwan 无国籍 就是台裔日本人 没有国籍 2008年3月31号 原告提交上诉状 在华盛顿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 在4月4号的时候 进入实质的审判 来到2009年隔年的2月5号 听证的辩论庭 来到2009年4月7号 这个案号是08-5078 这个判决里面 我们得到五项的结论 刚刚已经讲了 本土台湾人五国籍 本土台湾人五国籍 社会承认的政府 本土台湾人至今 生活在政治内容当中 美国 均力占领台湾 台湾在美国均力占领当中 第五 美国各行政单位 要主动协助原告 而且官司各自代审 patient deny 这五项结论 那7月8号 这个案号是 No.9-33 3rd 首期以国际战争法 美国宪法 就像恒比条例提出 告诉 这整个是在7月8号 里面的重要内容 再来 2019年8月6号 美国国务院代表 美国政府 怎么样 放弃抗辩权 什么叫放弃抗辩权 跟我们前面一样有看到 同样的一个文件 在哪里呢 这是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一个同心 王同心 他把它整理出来 这是上面写的 因为ROC 这是 Refugees of Chinese 我们Republic China 我们知道它已经灭亡了 所以ROC 怎么代表 怎么代称 Refugees of China Chinese Refugees of China 就是中国流氧难民 这个集团 就是中国台北 在2017年 被美国联邦高中法院判决 违法变更奔赎他人国籍 已经注定了 他无力回天 即便是美国总统也是一样 违法组织 是注定要怎么样 要消失的 这个就是 放弃抗辩权 Wafer 放弃抗辩权代表 原告所控告的内容 完全正确 那美国国院也好 美国政府也好 无话可说 放弃抗辩权的意思 2019年10月5号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 各自代审 Passion Deny 所以各自要了解到 也就是五项判决 结论里面 这个就是NARU裡面 OK 2010年4月25号 第一次的全球大会 这个主席是陈先生 土城的陈 在台北举办 2010年7月4号 也是美国的国庆 华盛顿DC 1250号 挂牌 就是台湾民政府 正式挂牌 運作的日子 是2010年的7月4号 2008年22号成立 2010年的7月4号挂牌 运作 9月8号 刚刚提的 各州的办公室跟郡办公室 你墙上有两面的图 这两面图 是9月8号 在四季饭店 庆祝酒会的时候 带回来的 当时台湾民政府 有80位参加 美国政府 有没有参加 有 美国国务院 美国国防部 美国国安部 包括司法部 都有去参加 并且带回了两幅图 那2010年的10月4号 哥伦比亚特区 有登记的证书 已经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一张 TGG基金会 包括注册的文件 然后呢 TGG基金会 更新全名为 台湾民政府基金会 有整个文件出来 2010年的11月6号 台湾民政府国内阁 承报美国各行政单位 那当时的美国国务院 也有派员来管理 2010年的12月25号 完成台湾公邻全力法案 这我们在高级办的时候 会提一下 那是一本红色 一个外皮 上面有写的 台湾基本法 什么公民全力法案 是在其中的一部分 2011年的1月份 台湾民政府法理初级 研习会开课 2011年的1月份 就已经开课 那今天绝集要 2019年的5月10号 那2011年那一年的4月28号 也就是就今张和平条约生效的日子 M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他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富商 他在Las Vegas 有做一个很精彩的演讲 大家等一下 奖师也跟各位去做分享 他里面讲了很多很精彩的演讲 奖师昨天晚上 在睡前也边看 看完再休息 很精彩的演论 2011年的3月11号 联合公告 就是台湾公民全力法案 联合公告的日子 請您要记得 2011年的3月11号 台湾公民全力法案 就是台湾民政府 透过跟美国三次的来回 美国的审核 三次来回 那后来呢 就是这个台湾公民全力法案 就是台湾民政府 发放台湾公民身份证 就是USMG TCG ID的一个依据 就是台湾公民全力法案 在2011年的3月11号公告 这个 The People of Taiwan Citizenship Rights Act 2011年3月11号联合公告 2011年的8月11号开始实施 2013年的8月11号 修正条文里面的一些条文要修正 那法院里面也写很清楚 依万国公法战争法 美国最高法院 这些很长 然后等判决 既就任何平条约 所以 美国为主张占领全国 美国军政府USMG 对台湾有管辖权 依世界人员宣言的原则 台湾区域内 台湾公民局 台湾居民 各位记得 公民跟居民 什么叫居民 从国外来的 不靠 Refugee Foreigner 通通都是属于台湾居民 可以规划 台湾公民就是台裔日本人 就是当然的 citizenship 取得上司回复跟撤销等事项 由本法就是台湾公民权利法定制 所以这是第一个法源 很清楚的表示出来 好 OK 好 2011年的31号联合公告 2011年的81号 美国国家安全单位通知 可以开始发放台湾民政府的台湾政府身份证 2011年的12月23号 台湾民政府首次参拜 靖国神社Yaskuni跟什么 天皇的祝寿团 2011年 就是开课第一年的年底 2011年的12月31号 在我们中央会馆后面的空地这里 当时举办的忘年会 那当时台湾公民身份证 台湾USMG TGG ID 是由六州的州长 当时是州 州长 来核发身份证 那由本人来领取 OK 这个是美国官方核可证明文件 台湾政府的证明文件 那这个呢 是美国官方注册政治组织的文件 正式完成 可不可以当兵 各位在战争法里面 军事占领地 军事占领地 当地的住民 是不可以去当征服者 占领者的兵 为什么 違反战争法 1949年12月 蒋介石集团大量的征兵 一直延续到前几年 为什么马英九先生宣布 各位 关键性影响 中华民国 你还要不再被告吗 美国你还要再被告吗 所以你看看就知道了 国际战争法 毕竟你拳头再大的国家 都要乖乖听话 选择性障碍 很多党派告诉你 全台北所有的政治台湾的政党 比这个 这张菜单还多 我举出一个例子 你看去豆浆店 你看热豆浆里面还要不要加蛋 然后还分温的冰的咸的 跟这些政党有没有一样 然后中国国民党 然后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 然后清兵党 然后很像国民党的清兵党又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新党 你看跟这个有没有一样 那会不会模糊 让所有的台义日本 被军事占领地的日本他人 有产生 搞不清楚自己身份的情况 会 甚至什么 为了一点点选举的利益 为了钱去参加流亡政府的选举 各位你想想看 达兰沙拉有一个突博流亡政府 他举办了总理的选举 当地是哪里 达兰沙拉是在印度这块土地上 印度是不是达兰沙拉的突博政府的 不是啊 突博是流亡政府在达兰沙拉 印度人会不会去参加总理的选举 不会啊 那突博可不可以在达兰沙拉 就地合法建立一个突博的国家 也不可以啊 占领不得已转主权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这个都要很清楚的 好 我们回到这里 我们看到 历史的原点在一开始冰河时期结束的时候 人类产生了大迁徙 大迁徙从什么时候开始 距离现在六万年前开始迁徙 那这张图从哪里来 也就是国家地理频道透过全世界90万 70万到90万的人口 他血液的DNA 来做什么 归类 找出脉络 整个脉络出来之后 还有跟我们台湾最清楚有关系的是 这一条代号为M174这一条 非洲东部经过 阿拉伯半岛 印度半岛 来到东南亚这边 进入到台湾这个地方呢 是大概距离现在四万年前 也就是三万九千六百年左右 在这边定居 那三万九千六百年之后呢 有一些人 就是这些M174的人 继续往北移动 透过冲绳 可能大家简单的 用稻草 用草去编的一个小船 往北渡 简单其实当时冰河 时期刚融化的时候 海岸线 其实海并没有那么深 甚至可以涉水而过 搭小船可以过 所以从这边进入到现在日本 朝鲜半岛 进入到现在的中国这个地方 所以各位 有源头有末梢 各位 末梢可不可以当源头的祖先 可不可以 不可以啊 没礼貌 对不对 你当孙子的人 是在最后面 祖先在这里 在哪里 在台湾 你说台湾是你的子孙 No 台湾才是这个地方的祖先 所以台语日本人 你不要说 我是什么人唐山公 我拿到祖谱 我祖先就是中国来的 No 你要去查清楚 你在拜祖先的祖先 你的祖谱有没有正确 当然你从那边逃亡过来的refugee 那就不再话笑 你的祖先真的是中国来的 那现在中国呢 在蒙古帝国南下的时候 杀害的逃亡在南宋 就是南宋这个集团 南宋集团被蒙古帝国消灭之后呢 其实剩下80万的老弱父母 经过他们的民族大熔炉的融合之后 有没有纯种的汉人 其实这个汉人是假的名称 我们知道从中国整个历代来讲 他们有没有纯的汉人 没有 而且都是外族统治 所以对中国那边不要太期望 真的有汉人假的名称 包括客家人 閩南人 那个都是殖民者套在身上 那种紧箍咒假的帽子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要了解到整个M1 其实是你在这边定居 你改变的只是被殖民者 加注在你身上的语言生活习惯 这些的是殖民者加上去的 等同来讲各位 我们往后面来看 我们看到很多的各族 你看这里 整个M1其实有这么多的部落 你说你是客家人怎么来的 你不过只是道卡斯族 塞下族 巴塞族 或是凯达格兰族 你去讲广东话 你就说我是客家人 我是哈嘎尼 No 搞清楚 凯达格兰族 道卡斯族 塞下族 巴塞族 这都是你的祖先 被殖民者强制同化之后 变成熟藩 熟藩就是对殖民者来讲 是比较接近 可以同化接受殖民的人 叫做熟藩 那不接受呢 不接受就 透过中央山脉的优势 就是跑到中央山脉以东高山的地方 做什么 根据地 对抗殖民者 所以你看到这前面这边来 有没有 这条线画得很清楚 清帝国只能在黄县以西做囤墾 有没有办法进来 没办法进来 我们的M17是有优良的传统 这些坚持坚守传统 部落传统的住在这个地方 势力很庞大 他有投进来 没有投出去 所以清帝国没有办法来这边殖民 没办法 所以清帝国只有 中央山脉以西囤墾区的 经营权而已 他只是来殖民 包括有人讲说 美农这也有客家人 马卡道族 拉雅鲁娃族 甚至希拉雅族 你讲 什么广东话 你可不可以讲说 希拉雅族 马卡道族是客家人 可不可以 说不过去啊 你譬如说我们所有的 台语日本人 我们讲英文讲得很好 讲法文讲得很好 讲德文讲得很好 然后说我是德国人 我是英国人 我是法国人对不对 No 你是语言工具 讲得习惯而已 但不代表你的归属 不代表 你的归属是以 Nationality 什么叫Nationality 国籍归属 不要讲 我是客家人 No 你要去找清楚 不要随便乱讲 你不要讲说 你的祖先是从哪里来 你要查清楚 你的 你的那个怎么讲 主谱正不正确 是不是殖民者发的 都要去找的 其实我们DNA 其实很清楚 然后 然后我们 初级班有一个讲师 叫陈泰山 初级班 我曾经讲过 陈泰山这个名字 他的陈 是他的家人去 全域台北 他们的管理的 护证事务所 就像纸骰子在那边抽 抽起来就是 成 结果成变成 他的姓 代不代表 他本身的 身份 不代表 他还是高砂族 会不会讲说 我讲 讲ROC的语言 我就变中国人 不可能的事情 很清楚 我们优良M1747 我们高砂族的坚持是对的 为什么 我们就是 本来就是当地的部落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什么外来殖民者 怎么 我的祖先 莫名其妙 明明在佛谋杀上面 变成要去 中国找祖先 莫名其妙 你看高砂族 就有这个认知 但是在中央山脉以西 这些屯肯区被同化 被殖民这么久的 平埔族 各位 平埔族跟高砂族 都是同样M174的 亲人同胞 不管住在平地高砂 观念要清楚 这些殖民者 你这些平地人 比较好相处 通通把你殖民 洗脑 你们是中国人 你们祖先当山公 祖谱发给你们 傻傻的 一直流传到现在 我是中国人的后代 NO 要去查查清楚 然后呢 从这里跟中国 清楚的切开来 然后就法理去找到 自己本身 民分身份的归属 我是台裔日本人 我的原来国籍 是大日本帝国 我不是中国人 从这里去切开来 不是讲是说 我为什么讲血统 从这里就是要断开来 殖民者 尤其是中国殖民政权 在这台湾 他的政治野心跟企图 从这里把它破散掉 把它开破 讲破了 很清楚大家就知道 哦 我们的祖先不是中国人 而且我们一些 生活习惯 可以找到 你看 婚宴 结婚开席了 谁要做大卫 母股座大卫 舅舅要做大卫 这是母系社会 不管平谱也好 高三也好 既有的传统 妈妈这边的族最大 哦 爸爸这边只要 违规什么之外 你只要回家 看到老 当丈夫的 看到门口 有自己的包袱 整包放在门口 就要乖乖拎着 什么 回自己的家 为什么 被老婆扫地出门 被太太扫地出门 为什么 母系社会 母股座大卫 哦 包括什么 为什么要拜地基柱 拜祖先 M174的传统啊 饮水是圆 不是说拜祖先是中国传来的 No 拜地基柱也是 部落 我们整个M174部落的一个传统 敬畏天神之类的 这通通都有 当然 后续的 这个 我们再慢慢讲 从这个地方 把它断开来 你看 现在 已经近代化 颠覆传统 他用现金拜祖先 税末 把这个拜祖先的现金 拿来捐款 行善 有没有很好 很好 不用整个桌 摆了一大堆什么的 不用 现金就好 拜拜 有好吗 很好 要不要放炮了 要收金杀 通通不要省下来 你把这个钱 拿来捐款行善 你把这个 这么好的正面能量 给你的祖先一起分享 太开心了 对不对 极大欢喜 我很好 我会怕孙 在做生死 他收金香也好 现火也好 都好了 你烧香是不是香香的 香香的气 会不会带来好的能量 当然会 你 现花也是一样 包括我们去扫墓 不管哪个宗教 你带个花 带个香去 都一样 但是你 烧那些金子 放鞭炮 会不会造成影响 你看整座山 烧得乱七八糟的 好不好 危险 不鼓励 历史上根本没有客家人 这个客家人就是 这些外来殖民政权为了要把 他来的这个殖民地的人 大量的投化变成自己的人民 这是假的一个族群名称 包括汉人 这是古兵东 蒋介石 编出来的 这很可恶 OK 什么叫蒋具时代 蒋介石 窃具台湾的时代 仇日 骂藩 这个藩是一个好话 为什么叫范 李鸿章他当时接触 欧美文化的时候 他用 英文 他发现英文怎么样 找不到 他也不会用外国人三个字 他怎么 怎么定义 foreigner foreigner 在英文上来讲叫做 外国人 从国外来的人 他不是当地人 怎么称呼 范 范就是从 foreigner 那个前面那个音 范 翻译来的 用翻代表外国人 所以讲翻 好不好听 很好听 翻代表外国人 你叫我翻 OK 我就是翻 我对于你们中国人来讲 我是你们的外国人 你叫我翻我很开心 为什么 你也是翻 为什么 你们中国人 对我们台裔日本人 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来讲 你也是翻 为什么 你也是foreigner 你中国人对我们 日本人 你是外国人 foreigner 没错啊 但是我们 我们是日本人 你们是中国人 我们对你也是foreigner 所以你叫我翻 我叫你翻 是不是在骂 不是骂 叫他使用refugee refugee 是不是一句好话 好话 难民跟移民是一样的 移民定义跟难民 整个根本上来讲是不同的 但是好意是一样的 移民是根据自愿意愿合法 从自己的国家移民到其他国家 做投资啊 包括那些什么之类的 改变了效忠的对象 改变了国籍 这个是移民 但是难民呢 在政治上非不得已 必须逃离自己的 法定国家的范围 逃难来到别人的国家 那个身份叫什么 叫做难民 英文叫做refugee 所以这要清楚 OK 刚好讲到八田于一 八田于一 五月八号 过世的日子 当然 我们要去缅怀他 他其实在台湾水利方面 可以说第一名 我们的米昌 迦南平原 包括桃园大郡 都是八田于一的 规划 筹划的世界巨作 他最大的作品就是 桃园大郡 迦南大郡 烏山头水库 这个大家我们都知道 5月8号 是他的追思日 追思的日期 5月8号 我们要记得 中国有没有汉人 完全没有 从夏商周 秦汉南北朝 隋唐 宋辽 金元 明清 通通都是外族 有没有汉 没有 所以 中国殖民政权 你国立编译馆也好 汉林出版社 南医书局 你在编 教改 课纲改七次 有没有用 没有用 事实证明 都是外族同志 没有汉人 不要再骗了 你写的教材 我们不要自己讨 等本少人 为什么 现在小孩子要读 没法 考你的科技 用你的故事书 考你的科技 但是 舒适的 法理这些最健康 根本就是骗的 骗的教材 你要不要赌 不要 垃圾桶 拿一拿 资源回收车 再走 去印更好的书 给所有人看 才是正确的 那一套 不要用 我连看都不看 现在小孩子 国小也好 国中也好 甚至高中大学 我书都拿来看 不看靠的 都是在骗 有没有符合法理 没有 有没有符合事实 骗 骗 全域台北的教材 还不愿意看 没有用 你挑一百次也是一样 你只要 还是那个老思想 错误的殖民观念 不要用 都是赌 谁要吃赌苹果 有毒的土地 发出来有毒的苹果 你敢吃吗 吃的死 头膝就中毒了 1930年你看 大日本帝国 台湾总督府的 新竹车站 跟现在全域台北 流亡集团 治理一下 你看 差那么多 电波条很准备 路啊 清起流 这个 停车乱七八糟 路停了整 这要怎么办 摩托车必须骑在这里 然后呢 车子也在这边 然后两边双黄线 炒来炒去 然后这条路会不会和平 会不会平安 就一天到晚炒来炒去 所以 占领地会不会和平 不会 所以这规划很糟糕 这是不正常的状态 TREATY OF SIMILSEKI TREATY 我们看到 SIMILSEKI TREATY OF SIMILSEKI TREATY OF SIMILSEKI 就是下官条约 我们刚刚讲的 日清讲的条约 抓头抓北 条约前 条约后 看清楚 大清帝国大皇帝比加 跟大日本帝国大皇帝比加 跟大日本帝国大皇帝比加 两个签约哦 不是台湾人跟 清帝国 还是清朝跟日本建户 不是 看清楚 签约之后 第二款里面 我们看到 下官 下开这个化戒 这个奉天遼云半导 就是 这个地方 有没有收 不能收 因为清帝国就是 满洲人的 祖先的地 神圣不可分开领土 不可以 收 所以收什么 台湾全岛 附属岛屿 蓬河列岛 台湾蓬河列岛 他写个全岛 就变成清帝国 留下了一个烂坛子 给 天皇陛下 去收 所以 造成后来什么 武色事件 赛德科巴来 可不可以全部怪 日本 日本的军队 残暴 杀害所有的 原住民 三地同胞 可不可以这样讲 不可以这样讲 军事占领第一号 包括 钢纳入管辖当中 当然要靠过战争法的 conquest 就是征服 你看 如果 日本的 军队有残暴的话 有没有需要花十年 1905到1915 不需要 糟糕 1906年就结束了 为什么花十年 征服跟 招服 两个一起 所以 有没有暴力 没有 OK 时间到了吗 三点 OK 还没 到几点 OK 好 1895年 下官条的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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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所有权 完成主权架构是在 1915年 然后1937年 黄明化 然后到1945年 4月1号 颁布行宪造书 把所有 天皇的 臣民 全部变成什么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台湾 会不会因为 军事占领而 割让 给ROC 或是美国 不会 因为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台湾 整整好好 还是谁的 还是天皇的土地 大日本帝国的国土 所以 军事占领可不可以 侵犯天皇主权 不可以 所以很安心 OK 有没有中华民国 中国有五千年历史 哪里来的 大概千国 这是1911年前的 世界地图 大清国 有没有中国 没有 所以中国有没有五千年 没有啦 1912年也好 到现在 讲好听一点 一百多年而已 哪来五千年 1900年 你看 当时就有皮鞋可以穿 所以 情况怎么样 大家要了解 OK 来我们看一下那个 网路 活动公告我们 看到5月5号 参赫天皇的一个行列 来 这个影片 要给大家看 来 看 人 有没有 可爱 人 人 人 摩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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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当劳 要款待谁 就是款待这些不讲理的中国人 习近平去参访美国 不应该给他吃晚宴 所以 川普先生有没有讲清楚 讲得很清楚 而且要提高25%的关税 也落实 这是在2011年的4月28号 就这样和平条约生肖的日子 Mr. Donald Trump的谈话 在Las Vegas的一个公开演讲 很精彩 今天演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